電視網絡從中移動手上買入勞動電視牌照 原本7月1日可以開台最終仍然在開台梦碎 港市說政府認為他們如果有5000個住戶收睇電視 就是違反廣播條例 原本7月1日開台後也不會再製作新節目 少過5000個住宅用戶收睇電視網絡 基本上這是一個不可能 你是駕駛物 為什麼香港的政策 香港的法律 現在會是因淫而異的 那你玩完了 他質疑路過電視牌照在中移動手上的時候 一樣用同樣的技術 同樣的機頂盒 但政府從來沒有質疑不合法 現在是處於一個非常惶恐的情況之下 我沒有想過是會這樣 怎麼可能是明明這個牌照上手就做得下手就不能做得 這是什麼世界呢 黃維基又否認同亞視有任何融出的合作 我可以告訴你 就算我今天是擁有任何一個本地電視的牌照 如果這個牌照是會在2015年11月穿到期的話 我真的看不到現在的政府有什麼將法 我不敢肯定 我們是不是會renew到這個牌照 他形容港市在電視業務上已經走投無路 面對不合理的情況只可以尋求法律同境解決 至於已經開始製作的節目會繼續 目前亦沒有任何裁員的計劃 我TV記者田淑珊報道 有立法會議員說 根據廣播條例 任何電視訊號能夠入屋 而有超過5000戶就受到規管 如果看回最基本的廣播條例本身的定義 照可能所講的條文 似乎即使你是流動電視 但如果你是能夠有機會用任何方式入屋 而是超過5000戶看到或者可以看到的話 那都是受這個規管所限制的 有關條款是在廣播條例第二條 有關適宜的部分當中表示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 是指已供或者可供由超過5000個指名處所 所組成的觀眾接收 就受到條例監管 麻煩了 還可以說中